好 前总统陈水扁呢 有说台北市长蒋万安 他未来一定会选总统 蒋万安对此回应 他专注眼前的事情 就还可以努力的地方 会跟市府团队加倍的努力 好 另外呢 这个是YouTube频道 桃源孙先生对于陈水扁预言 蒋万安未来一定会选总统 立刻进行一份网路民调 结果您可以看到 有高达75%的网友说 对于蒋万安是有好印象的 15%的民众呢 表示对蒋万安没有好印象 网友纷纷留言表示 正直正气的年轻人 不嬉皮笑脸 只要做得好 那么选总统未尝不可呢 但是说到了蒋万安 他上任已经有半年的时间 现在确定在7月5号 会首度到新加坡 来出访进行交流 至于大家很关心 会不会跟这个李佳人见面 台北市政府发言人英伟说 好 去新加坡访问 要讨论四大面向 包含了交通 都发 环境永续 还有智慧城市 参访的地点跟见面的人士 都还在规划当中 会尊重新加坡的安排 由台湾旅游交流协会 和平保协会所主办的 2023台北夏季旅展7月份 马上就要登场了 主办方在今年邀请了 中国大陆九省的旅游副厅长 或是处长来参展 包含了陆委会跟移民署 观光局会在今天进行联审 如果此案通过的话 那么就是役后首度有大陆的地方 旅游主管的官员跟大型的旅行社 来到台湾参展 也可以视为台湾的官方 对于两岸旅游交流的 善意回应 只不过日前前总统 马英九邀请陆生 来到台湾交流 结果没有想到 被陆委会跟教育部 技术性的卡关 现在呢 有一份维安计划的公文 也曝光了 蓝营方面痛批 蔡政府根本就是在 给马伴穿小鞋 教育部公文曝光 马英九基金会 邀请陆生来台交流 政府百般刁难 教育部在公文中 要求接待校方说明 陆生交流的必要性 急迫性以及不可替代性 还要说明如何维护师生安全 证实就是要校方 交出一份维安计划 而且陆生七月来台 暑假校园宛如空城 教育部却高举为安大旗 被质疑难道是要 昭告侧翼 莫忘闹场围堵吗 蔡政府在线抗中意识形态 反观赖清德抛出的这句话 绿营全党上下 没人敢讲话 习近平不会劝他放轻松一点 讲真的就是 他可以要习近平吃晚餐 不可以让陆生来台湾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 看起来真正压力大的 正是蔡政府 因为连教育交流也能抹红 故意相方的单位 减少作为中国统战的工具 蔡英文赖清德对自己 太没有信心了 他怕这三十几个学生来进行统战 好像把他们当解放军 我们可以反统战啊 怎么对自己 已经没有信心 林玉庄绿营要阻挡两岸交流的 正式反对柯文哲提出的重启服贸谈判 柯文哲的主张更被绿营围剿 尤其这番话惹火民进党 他们有侧意有理为有名嘴 每天都换狗咬的 换狗咬的 要不要叫狗子的提示来回应一下 我还是很反对那一种 一大堆什么1450侧意名嘴 你遇到人还要装可爱 装那个有风度 早就想把他踹下去了 踹下去了 这个问题的问题 我还是说 你跟你的踏入 都不能断